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Rex 今天给大家讲解Android Studio的一些基本功能的使用 主要给大家讲Editor Navigation Code 这三个菜单下面的一些使用方式 以及右键菜单上下文的一些功能 好,我们先看这Edit Edit的前面两个菜单像是Undo和Redo 这个很简单 剪切,拷贝 拷贝Path 这个大家说一下 拷贝Path呢,是指把这个文件的路径给拷贝出来 我们现在点拷贝它一下 选择它 然后我们粘贴一下 可以看一下这个内容 好,这就是我这个文件的它的一个路径 就全部拷贝在这 这功能虽然不常用 但是还是确实很有用的 这是拷贝没有格式的文本 纯文本 然后拷贝Reference 这里说一下 拷贝Reference 就通常是把这个类的包含包名的一起给拷贝出来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是 比如说对一个Activity 对一个Activity 我拷贝它的一个Reference 好,比如拷贝它的一个CopyReference 好,到这里来粘贴 好,大家可以看到 它把这个类以及包名都拷贝出来了 这是它的一个使用方式 然后粘贴 这是从历史粘贴 之前给大家讲过 从这里可以选择你的历史简贴板上的一些数据 好,这是拷贝存文本 这是算除 这个查找 这个前面两个是在当前文件中查找 这下面是在路径中查找 这是查找一个引用的方式 之前给大家讲过 这里就不再重复 这红定义 红定义是定义一些一系列的操作 你把它录制下来 然后就相当于它是一个批量处理的一个脚本 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这个选项 这个列选择模式 什么是列选择模式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些private的方法 我现在想把它改成protected 有没有很快的方法呢 我们首先进入列选择模式 好,现在已经进入列选择模式 好 我是不是都选中了 都选中了 我直接上面输入 protected 很快就把这个修饰符给修改了 这就是列选择模式 它是可以让你竖着选择 比如说我现在要很快的 把这些字母变成小写字母 选择它 这里有一个target case 是不是都变成小写字母了 同样的 我可以都把变成大写字母 这就是列选择模式 这是选择 这没什么说的 复制难 这选择大写 给大家已经说过 其他的功能是不怎么常用的 这就跳过 我们说一下navigation navigation 首先第一个 这两个都是在 一个查找类 一个是查找文件 让你很快的能够定位到 某个文件或某个类上去 这是符号 这里说几个比较常用到的 就是这个一个是 声明 跳到它的声明上去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变量 这个controller 我想知道这个controller的定义 那么选中它 navigation 这有一个基础键 controller b declaration 好我们去跳到 这个它的定义上去 那下一个呢 是跳到它的实现上去 比如我们有一些 方法 一些接口里面方法 我要看 它具体实现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跳到 好 这里有一个接口 我要看我这个接口的实现 是怎么样子的呢 好选中它 然后这里implement 好 跳过来 如果是有多个类继承它 它会让你做一个选择 这就是它的一个跳到 它的一个实现方式 常常实现方式 同样的 这个type声明 这些就没什么说的 那这里说一个 这个fail structure fail structure 主要用于在一个类里面 快速定位到某一个函数上去 好 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activity 它有很多方法 对吧 我们想直接跳到 找到uncreate 可以直接按 contract f12 找到uncreate 好 就可以直接很快的 跳到这个方法上去 好 这里是一个类的 一个hierarchy 就是类的层次结构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比如说这个activity 我选择它 然后看一下 这个类的层次结构 contract h 这它就可以把这个activity 它这个类的继承关系 给你展示出来 同样的 还有方法的这个hierarchy 就是方法是在哪个类里面 比如说我们选一个uncreate 好 再看一下 这个uncreate 就是这个man卡数里面的 对吧 它由它来包含的这个uncreate 还有一个方法 是这个 这是call hierarchy 就是一个函数的 一个调用关系 是谁调用了谁 这个函数 在哪个函数里面去call的 比如说 initial UI 也很明显地看到 call hierarchy 是在man activity里面的uncreate 里面去调用的 这是它的一个函数调用 好 这是其他的 用的比较少 可以下来自己细细去体会 好 我们看一下code code呢 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是实现方法 比如说我现在要实现 某个activity的方法 我可能记不清楚了 这个时候我可以用code override method Ctrl-O来实现它 然后它这里会把 当前这个类 可以实现的方法 都给罗列出来 然后我们选择 其中一个来实现 比如onregion 双吉他 这样就实现了它一个方法 好 这是denigate方法 这个general 这个general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general呢 就是说能够根据上下文 来产生一些代码 比如说我现在点了general之后 然后它就产生 构端函数 可以产生一个get set equal to string 等等 equal hashi code hashi code 它在自动会帮你实现 里面的一些值 equal 好 这equal 它能够自动把你的 这个成员方法 进行比较 然后hashi code 也是有一些算法 自动给你生成 补充出来 是非常方便的 这里有个 surround with surroundwith 就是有一些代码 可能会 抛异场 或者需要用 异附语记给 包装起来 这是可以用 surroundwith counterout 加t 很快的实现这个功能 比如说我这两套代码 我把它实现 用surroundwith 加起来 开启 防止它抛异常 或者用if语记 给它扩起来 就是能够减少我们的一些代码量 手工代码的输入量 这是remove的 就是和上面是相反的 这是代码完成 就是把这个收缩起来 这也没什么说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 insert now template 这就是现在你有的 一些上下文 它可以给你指导出来 好 可以在上下文这里 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在之前提过 fn fb a空 这就很 就是一些代码模板 好 这是一个comment 这个reformatacode 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把当前的代码 按照之前的style 进行格式化 这个是优化的import 就是有些不需要的import 你可能import进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点 比如说这个 我们现在是不需要的 那我选择这个code 优化的import 它那个自动的 把你不需要的引用给去掉 好 这是之前说的 能够把这个state声明 上下移动 好 这是上面的菜单 然后右键上下文的菜单呢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有些是一样的 前面拷贝的 这些都是一样的 然后翻在右在一起 这有个分析 分析呢 就是说 对当前的代码进行检查 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检查 这个重点是说一下 这个重构 这个重构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 比如我们经常做到这个重命名 就是能够帮助你把很快的 把这个某一个变量给重命名 然后这改变函数签名 就是所谓函数签名是指什么呢 就是改变它的一个 反挥值 改变它的一些参数 它能够自动的把引用的 这些函数 同时给你改变它的签名 也是自动化的 当然还同样的就是 把一个函数移动到另外一个内去 或者拷贝到另外一个内去 然后这里一个nactor呢 就是很快的把一个变量从局部变量变为成员变量 比如说我这个B 我想把它转变为一个成员变量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点右键 refactory exact to 这个是filled 对吧 filled 回车 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成员变量 这些 这个是当可能的时候去使用接口 这是封装方法 类似于get set 就是把一个方法 比如说把一个暴露出来的变量 给它加上get set的方式 这里也被掩饰 其他的其实都和上面的比较类似的 go2 这是之前也讲过 跳到比如实现 跳到分明 跳到雷尾 gishing bar 这都很简单 general之前也说过 然后这个localhost tree localhost tree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android studio本身是带有版本控制的 就是说你不用担心 你这个文件给它面目全非 你可以在适当的时候 去找到它某个时间前的一个版本 好 我们点一下show history 好 这里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改变的历史都在这里 2005年7月9号 改过什么 这都很方便的 好 这是git 这是文件编码 这就是编辑器的一个简单使用 那下节课给大家讲一些 android studio里面新引入的一些 特别让人兴奋的功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 感谢